自從美國撤軍後,塔利班現在控制了阿富汗三分二地區 加拿大亦宣佈會接收2萬個阿富汗難民 當中包括女性領導人權工作者及記者等 希望可以保護他們,令他們不會受到塔利班的報復 今集會先講一下阿富汗 然後我們會比較一下加拿大給阿富汗難民特別的計劃 以及給香港人的救生艇計劃有什麼異同的地方 阿富汗的第二和第三個城市已經落入塔利班叛亂分子的手 阿富汗的總統也發了一個Twitter 他說有國際夥伴的幫忙,他們仍然能控制局勢 塔利班也發表聲明,他們沒有計劃用武力奪取赫布爾 而阿富汗的士兵守住赫布爾城門,不要試圖攻城 也說他會讓想走的人讓他離開 同時也要求婦女去受保護的地區 同時美國已經加緊用直升機去撤走赫布爾的使館人員 在過往一個星期,塔利班也是勢如破族 阿富汗有34個省會,現在只剩下赫布爾 另外七個省仍然受到尼加政府的控制 塔利班在8月14日出了一個聲明 就說他們為什麼可以這麼快去攻城略地 反映出阿富汗的人民是很歡迎和接納他們 他也說會再生保證阿富汗的人民、外交官、外國援助人員的安全 加拿大在8月13日,IRCC發表了一個特別的計劃 給阿富汗人申請做難民 其實什麼人是兼職呢? 其實最主要是那些在阿富汗幫過加拿大工作的人 因為其實最主要是人道理由 你幫過加拿大工作,其實加拿大都很擔心 如果美國撤了軍,塔利班有掌管 那會不會是他們會復仇呢? 這些人包括加拿大武裝部隊工作的口譯員、廚師、司機 清潔工人、建築工人、保安人員 以及在加拿大住阿富汗大使館僱傭的當地僱員 以及他們的家人 希望有一個重新安置他們的計劃 其實移民部長Mattachino也說過一句說話 他說Canada will do right by those who did right by us 即是說當日很簡單 如果你是拜加拿大政府 你相信他這套幫加拿大做事 他認為你是做了一些正確的事 所以今次加拿大政府都會為你做出正確的事 看回加拿大給阿富汗這個特別的難民計劃 以及給香港這個Hong Kong Halfway救生艇計劃 其實有什麼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 首先看到相同之處就是 這兩個計劃都是各自針對兩個不同的族群 而產生出來的特殊計劃 阿富汗就是針對阿富汗 香港救生艇就是針對香港人的 為什麼呢? 都是因為這兩類人 各自都面臨一個社會和政治環境的劇變 而有某程度上的危險性 所以加拿大施生出援手 但是本質上呢 阿富汗是一個難民計劃 而香港呢 我認為是比較像一個移民計劃 多些 好了 條件上呢 阿富汗人來說 在人道危機之下 其實他主要是針對一些 曾經服務過加拿大的阿富汗人 和他們的家人 因為是怕被人報復的 而香港人呢 也都是政治人道危機之下 只要你是符合他開出來的條件 你可以申請到Open World Permit 你可以加入到他的Stream A Stream B 那你就可以參加他的HKP 在時機上呢 其實是有人批評加拿大政府 對阿富汗去申出援手 是有點遲的 他說因為當塔利班一路去供阿富汗的時候 其實是有傳他們已經有一個List 去除異己的 那其實大家都怕是已經有這些 曾經服務過加拿大的阿富汗人 是已經被報復的了 那比起加拿大給香港人的救生艇計劃 那起碼現在好像都還沒有事發生 都算是Ahead of Time的一個超前準備來的 那我覺得時機上是已經很多時間 給香港人Buy Time去鋪這條移民的路了 那附帶的Extend Family的條件 那其實兩個計劃都是有給Extend Family的 那阿富汗呢 還特別有提到 它是可以給一些事實上受撫養的人 一些特別的Dependence 除了跟你是有家庭關係的人之外 那怎樣申請呢 那香港的救生艇計劃 當然是Open Work Permit Stream Aid、Stream B 符合條件就可以申請 那給阿富汗這個特別的難民計劃的話 是發電郵申請的 那你發電郵 就寫下名字、出生日期、電郵地址、電話號碼 那你曾經代入過甚麼加拿大政府的職位 身份證號碼 這些比較簡單一點 可能因為難民 也有即時的生命危險 所以最重要是直接和快 那好了 今集到這裏了 那我們下集見 拜拜